第2關,第3場的帕達邦對科龍 這場得穴,我選一些冷滿少少的 半場的入球大勢,中位數球半,1.95倍 怎樣選擇呢?我們先看看兩隊的戰況 現在對排第7,對排第2,科龍在排第2 他作下的成績,本身也不錯 近3場,本身也3場輸球 其餘之前也輸過一場,總共有4場輸球 5場贏,1場和球 主場的帕達邦,近10場也算不敗 贏了4場,6場和球 不過看近2場的戰績來說,其實真的不錯 你看看主隊,入球的球數都偏高 即是贏2比1,3比1,6比0 在某些球賽中也可以贏2比1 對上,即是血東前,主場兩場球 一場3比0,一場6比2 半場中也經常有2至3球的入球 或者10球 其實在賣他贏球或輸球 倒不如賣他入球大小 我儘取少少選擇他半場 看看科龍,剛剛那場球 贏4比1,在主場 作下的情況 上場1比1,作下情況 半場輸2比柏林聯 在有賽方面,不要看他 對上血東前的兩場球 全場開大,亦有一場是1比1 他們本身的對碰 好像近幾季試過一次 剛剛是季初 好像半場已經開到大 全場的比數是3比5 拍打幫贏3比5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是買半場球半的 有球帶吃的大本 其實直撥都幾高 和機會上都幾大